虎仗日车对决速挪 色谷审判重新开庭 哈喽大家我是七令 本期我们接着来看 咒诸回战第244话 上回我们说到 高宇和眷属的搞笑对决落下帷幕 令所有人意外的是 一股犹太突然来袭 一刀便斩下了眷属的脑袋 将战局交换给了虎仗一边 视角回到新宿 街帮陆紫云登场的 是虎仗和日车宽剑 和宿挪的决战还在继续 在新宿决战之前 众人便对此战有过一番讨论 日下不提出 眷所那边由高宇制造机会 一股则作为最后的刺客 全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而宿挪这边 按照五条物书为前提的话 一股必须完成任务后立马返回 陆紫云提出疑惑 宿挪这边既然是轮流上阵 干嘛不全体参战呢 当然第一个必须是他上 日下不解释道 把百分百会被瞬间秒杀的人 派去和宿挪打有什么意义吗 比如他家的三轮 本来实力就不够 还在色谷给自己立下了 今后不再挥刀的束缚 三轮尴尬的自我吐槽起 结果就连那一次挥击 都被人空手挡回来了 日下不接着说道 对于天元和日本 所有人类的超重复童话 他认为只要是术士 都能发动周历来拒绝童话 所以就算宿挪和眷所赢了 发动童话真诚的怪物 把世界搞得一团糟 活下去的可能性也不为零 当然 活下来的术士 也会成为眷所最先要处理掉的不标 但好歹能多活几天 要是只有宿挪赢了 甚至还能活得更久呢 听完这番话 底下的家冒献祭举起手表示 很抱歉 他要先退出了 毕竟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他将尽可能守护在家人身边 打算之后带着家人逃去国外 所以真的很抱歉 道歉的话还未说完 被日下不打断道 不用说那些了 又不是公开处刑 这种战斗 反倒是能派上用场的人 更让人匪夷所思 附和道前辈有教他各种东西 真的帮了很多忙呢 顺带吐槽起账象 一点也不擅长骄人 日下不接着说道 能使用反转术士的家伙 想死的家伙 觉得死了也行的家伙 除此之外的人 不得参战 或只能辅助 这时候 日蛇宽剑举起了手 表示 陆子余后的下一个 由他上 他要用他的术士 将宿挪的术士没收 暂且不提这计划如何 陆子余之前气昏了头 这不明摆着把他会输 当成了前提了吗 一旁的称爱味道 说的是假如啦 不过很敢进去把位置 让给五条先生 怒嘴火更大了 这档子事可还没同意呢 说回正题 日蛇宽剑上场 如果能争取到死刑 就能用处刑人之剑和苏诺打 听完解释后 日下不分析道 一击必杀的处刑之剑吗 那这是帮大忙了 但前提是 莫说和死刑 一定得争取到是吧 对日蛇术士较为熟悉的 虎杖结果划来 没错 那就得看审判者提起苏诺的哪一条罪名了 这个连日蛇自己也不能选择 并告知众人 他和苏诺调换身体共有三次 分别在高中时 少年院时 还有色谷 其中少年院和色谷时 产生了不少死者 从苏诺转移到浮黑身上 到现在 恐怕也会在兴诉大闹一番吧 起诉内容能够精确到很具体 所以提起可办死刑罪状的概率 应该会相当高吧 然而日车却回应道 说实话不太乐观 总结一下苏诺至今为止的信息 在虎杖高中时期 苏诺是对虎杖身体的伤害和夺取 对五条物的杀人畏随 在少年院时 对虎杖的杀人畏随 这一条由于虎杖复活了 所以可能会被判畏随 还有对浮黑会的杀人畏随 在色谷时 是对两名女高中生诅咒师的杀人祭随 和对多名市民的杀人畏随 对丹马尾诅咒师的杀人祭随 以及建筑设施的放火毁坏 再然后是夺取浮黑会的肉体 可能会被判故意伤害 杀人祭随 盗窃尸体罪 虎杖疑惑道 少年院时候不是更过分吗 日社解释道 以苏诺手指所招致的受害事件 而将苏诺问罪有些困难 虽然的确算是苏诺间接导致的 但它并不构成教唆和帮助 同理 极业顺平的母亲事件也很困难 根据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基准 杀害一人判住10到15年有期徒刑 杀害两人是无期徒刑或死刑 三人以上基本就是死刑了 苏诺的行为残暴没人性 严重扰乱社会治安 且不可能被教唆从良 应该是死刑没跑了 日下部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 一旁听得一连懵逼的三轮 很是诧异 吐槽及日下部先生真的听明白了吗 是装的吧 日下部瞬间话锋突变 表示小三轮 你平时都在小瞧我吧 说回正题 如果是正常的诉讼 所有罪行加起来 苏诺肯定会被判死刑 但日车术室的审判者 只会对一条罪行提起诉讼 但苏诺在列举处的罪状 判死刑的概率恐怕不到三成 其中还得考虑到 本来会被重罪吞并的小罪状 比如 对人行刺就被追究故意伤害罪 或杀人畏罪 但同时可能衣服也会破 所以也包括故意损坏财物罪 审判者可能会将诉诺在色谷所为 以损坏财物或非法入侵罪等视角去起诉 那要判死刑就很困难了 虎诺表示赞同 毕竟审判者连他打小钢猪这件事都指出来了 所以啥都有可能 日车补充道 不过更棘手的还是千年前的罪行 三轮吐槽起 内心应该早就过了追逐失效了吧 日车解释道 在明治时代导入的近代法中 的确有失效这一概念 那就是有失效这一说了 但在2010年修理的诉讼法里 没有了杀人的失效 那就是没有失效一说了 不 1985年以前的杀人是有失效的 那还是有失效吗 然而平安时代的养老律法的体系中 并没有失效一说 那还是没有失效了 所以到底啥意思 虎诺是彻底被说运了头 确定日车自己也会应用到 他也不清楚 如果犯人在国外 失效的进行将会停止 对受容前诉奴的处理方法 现代的法律 说不定也无法追溯失效 趁提问道 要是把阴间假定为海外呢 日车肯定道 正是如此 审判者是我处事里的试审 如果是我觉得有可能的事 他应该也会如此认为 日下部总结道 反之说来说去 宿奴的余罪根本数不清 要从中挑出达到死情的罪状来起诉 概率相当地拔 撑在一旁安慰道 还行吧 只要从有罪到没收这个步骤 是可行的 就已经很有帮助了 日车表示 可以 但是不知道术师的没收 能不能同时适用于 失重引法术和抚摸玉厨子 日下部眉头一皱 算了 就算只能没收其中一方 也很有帮助 就在气氛略显低沉的时候 虎仗突然提出 或许 有办法能切实地 判处苏诺死刑 画面回到现在 虎仗两人身影位置 明明的乌鸦群 率先出现了苏诺 被苏诺用神武解 全部劈碎 明明本人 则在远处用望眼镜观察着 这便是他的任务 所有人都避开了乌鸦 也就是说 如果被乌鸦打中 后果还是相当严重的 他已经用乌鸦 成功转移的苏诺注意力 之后的 就交给日车了 巨大的法锤轰然砸下 被苏诺后车躲开 碎石飞进的一侧 是虎仗的身影 手里拳头挥出残影 将碎石块砸下了苏诺 化为粉末的碎石块 遮挡住苏诺视线的瞬间 不知从哪冒出个绳子来 缠住了苏诺拿神武解的手臂 随之而来的是 虎仗的迎面通缉 虽然被束缚掉了一只手 但苏诺还有另外三只手 可接下射一拳 苏诺却心头一颤 似乎察觉到了 虎仗手臂的变化 这是 神子另一头的日车 已经等候多时 开始执行他们的计划 重新审判 领域展开 诸服赐死 虎仗所提出的计划是 将苏诺卷进 那只后他和日车交手时 所进行的庭审 重新审判 也就是三审 日车恍然明白 这样就能继续 以色谷杀人罪行 起诉苏诺了 诸服赐死 对一场审判能进行一审 二审和三审 虽然罪名还是随机的 但日车能申请再审 以及判决过的罪状 把诉诺加金共同被告者 在已和虎仗同样的罪状 继续审判 是行得通的 所以 领域中的审判者一开口 便是那熟悉的台词 虎仗忧人 在2018年10月31日 于色谷大链杀人的嫌疑 再次开庭 这一次 日车主动解释到 虎仗并没有杀人 在二审时 他是受责任感的驱使 而荼毒的虚伪证词 这证杀人案 真正的犯人是 在和诉诺的决战之外 乘和李梅的对决 还未分出胜负 为了不让李梅去支援诉诺 乘特意将战局拉远 独自迎战这动心 李梅摊开手掌 释放了那标志性的咒法 双指 原理是 将过冷却状态的咒力 砸向对手 使其冻结的兵器咒法 半空中的衬 被巨大冰块砸在右手臂上 紧跟着 李梅冲上前来 一拳便击碎着冰块 连带着衬被冻结的右手 一并击碎了 手里咒力汇聚 难难道 到此为止了 然而话音刚落 一只模糊的手掌 已经濒临眼前 意料之外的 是趁新长出的右手臂 摁住了他脑袋 划破一栋大楼 狠狠砸在底面上 缓过劲来后 李梅手里再次汇聚咒力 一边拉开距离 一边凝聚起巨大的冰锥 悬停在头顶 随后 像镖枪似的扔下了衬 一击便贯穿了衬的腹部 然而 衬根本就不带一丝停顿的 腰间的伤 正在肉眼可见的愈合 李梅算是明白了 这家伙的再生速度 一语常忍 光看这一点 甚至要临驾于 宿诺和五条物 再次被衬拉近距离 被迫展开了肉搏战 衬的一脚侧踢 被李梅用手挡住 直接在衬的腿上 释放了皱发 将其冻成了冰块 可没料到 衬是个狠人 腿部刚被冻结 就已经长出了心腿 大脚踹在李梅脸上 这一脚威力巨大 将李梅踹飞出了整条街 衬还悠闲地 将鞋子给重新穿好 这时 却听李梅说道 我要改变一下思维 你们现代术是为了保持人性 在体内异能膨胀的同时 不断告诫自己 不能去破坏那些 随手就能破坏的事物 说话间 李梅半蹲在地上 将手掌贴在地表 释放了皱发 下一刻 地表凸起无数个缺口 跟小型火山一样 喷涌出冰冷的水 趁眉头一挑 这是冻结的地下水管 让其破裂了吗 李梅接着说道 但你没有这个弱点 所以我改变了看法 我不会再将你当作人来看待 要全力击溃你 李梅的话 倒是勾起了趁的回忆 她说道 人性嘛 那很流行嘛 不久前我才在后背口中听到过 虽然是个有点阴郁的后背 但也是个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男人 还是很讨人喜欢的 我可是早就热血沸腾了 快给我把最凉的东西端上来 释迦回答另一边 在日车的领域里 苏诺正接受着审判 日车拿出了此前准备好的证据 表示 凶手不是虎杖 二损时 是他在强烈责任感驱使下 说出的虚假证词 真正的凶手 是你 两面苏诺 法官能知晓领域内的人一切信息 但除了我手上这份证据外 其余信息并不会与我共享 判决也只会根据我们三人的证词来下达 法官所呈上的这份证据 果然和之前的庭审一样 是有关虎杖体内宿挪的信息 上面记录了 宿挪夺取虎杖肉体的全过程 以及宿挪的残暴往事 而色谷的大量杀人 也是宿挪的手里所为 只要宿挪的证词 不能将它判定为刑事责任低下的状态 比如神志不清的 就能靠这个证据直接宣判它死刑 所以证据一定是 太长了 预测话音未落 就被宿挪打断了 我在小鬼体内的时候 就听过这个领域规则了 我只对那把剑感兴趣 至于我在何时何地 做了什么根本无所谓 快点结束吧 众人计划了半天 谁也没料到宿挪 根本没把这死刑放在眼里 审判者睁开了眼 宣判宿挪有罪 没收和死刑 在宣判结果的一瞬间 领域瓦解 回到了废墟之上 处心人之剑出现在日车手里 接下来将由他亲手处决宿挪 并且日车很清楚 宿挪在和五条窝的战斗中 应该已经失去了 十种引法术的能力 此刻的没收 选择御厨子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他必须抓住宿挪 无法使用术士的大好时机 用这必杀之剑 结束这支战斗 不只是日车和虎杖 这一刻出动的 还有高专术士们 分别从三个方向西山而来 对宿挪形成的围堵 势必要拿下宿挪 然而 在行动的前一刻 日车才突然察觉 这绝佳的圣机 只是具有其表罢了 知道这点的 只有宿挪和日车自己 无数利润倾盆而下 关键时刻 日下不挺身而出 替日车挡起了大部分斩机 而此刻的日车 睁睁大着眼 看着宿挪空荡的手 那里原本有一笔神无解 原来审判的没收 在对象携带咒剧的情况下 会先被咒剧所接受 他们的计划失策了 好了 到这里 就是《咒识回战》 第245关的全部诺了 原本以为一切 都在计划之中的众人 又被宿挪给反转了 甚至是被动反转 没想到连日车 自个儿也不清楚 正没收 还要先没收咒剧者一说 再在这一点上 属实有点不应该 不过局势还有转机 连日下不这解说员都上场 替日车挡刀了 下一话 这处性人之间 多少该出点力了 那么喜欢正式回战系列的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本期视频到这里 就结束了 我是麒麟 我们下期再见